是的,是非顿,顿除,因此就行。 这个事实上,这个事,如果是在事实上上,不可能顿时是消除, 不能顿时消除啊,那就是说明,你必定要一步一步慢慢来, 才能把这个该消除的消除掉, 就是说破的时候啊,先从生命开始,一重一重的慢慢的因此地而定。 这个话,这个有一部读节叫做宝镜书,宝镜书里面的比方说得很好, 他说什么就是顿物建除的意义呢? 他说好像大海,大海的大风浪顿时止息,那叫做顿物。 但是这个浪又慢慢的建除,那就是是非顿除, 就是慢慢渐进开悟,一步一步来消失。 好像影儿小孩子猪肝顿生,六肝虫是巨竹, 生下来六肝就巨竹,这是顿物。 力量慢慢被足,那就是顿除。 好像太阳顿时出来了,那是顿物。 双鹿慢慢消失了,那就是顿除。 好像这个竹子,竹笋呢,竹笋一下生长起来,长得很快, 就跟这个母竹一样长啊,那是顿物。 而枝叶慢慢风扑,慢慢长大,那就是顿除。 所以,如果明白这个道理,就是知道怎么顿物,怎么建除。 力可以顿水开悟,可是思想上的烦恼, 必定要一步一步慢慢来,是非顿足啊,要赤地而经, 修行,有理有事,理有事,是贤,是得理张,必定如此,要是理兼记,是理兼顾,不能单便宜一边。 我已是你节不经节,何所不明,在此询问。 这是佛呀,贼辈欧难,你这么又,把我前面讲的话又忘掉了。 我不是在前面已经开始过你,节不经节吗? 各位还记得节不经节的故事吗? 这经文在第五卷,第五卷呢,这个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杰波罗天所奉的法经, 就是一条长的手经呢,杰波罗天就是这个十分天,夜摩天呢, 夜摩天的天人供养佛一条这个法经, 那么佛打了六个阶,佛打了六个阶, 这个六个阶,这个六个阶是比喻这个六根, 这个六根呢,我们既然有这个六根, 除了时候啊,它是慢慢来的, 所以太区大师在这个社论里面画了这么一个图, 横看、竖看,两种方式,横看就是六阶,就是六根, 横看啊,就不能看这个六根, 横看就是看成, 我这个前面经文已经说过, 先破这个,这个我之, 先破这个我之,先人空,这是一个阶段, 然后破法子是第二个阶段, 然后我法二字的空也同时聚空, 那是第三个阶段, 所以在破祸的时候啊,是三个阶段而已, 而就是在这里约五阶, 所以身边是由密容设处, 也只有五个阶段而已, 所以有些住家把它分成六阶, 什么动定,根绝,空灭, 六阶,这个是不正确的, 这是他自己建立的名称, 在所有的教理名像里面, 不曾看过有这么一种名称啊, 所以经文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 你为什么不明白在这里还要再宣问呢? 实际上, 欧然并不是为他自己而问, 他是为众生问, 不问不行啊, 不问众生不了解, 所以这个道理本来应当还要进一步说明, 或是我们时间不够, 如果你进一步要求了解, 最好啊, 看这个泰学大师的深论研究, 那里面讲到这个第五阶, 关于这个, 这一段文的这个, 解剥罗经的这一段文字, 再去求帮助了解, 然后最后总结说, 你应将这妄想根源, 新的开通, 传至将来末法之中, 诸修行者, 运施希望, 深厌至生, 自由涅槃, 不连闪解, 经文到这里啊, 正中分, 正中分就完毕, 你只问呢, 应当要将这个妄想的总根源, 就是这个五蕴, 使心的开通, 如法把这个五蕴皆空, 诸把五蕴破除, 把这个道理啊, 传达到未来, 开始将来末法的众生, 我们都是末法众生啊, 佛主要就是为了我们, 在了这个末法之中, 所有要修行的人, 诸修行者, 有心想要修行的, 认识希望, 认识这个五蕴的希望情况, 先生念离这个智商, 只有涅槃而不念三戒, 知道这有究竟涅槃, 对于这个欲界世界, 五十戒的三戒不再加以留恋, 到这里经中分就说完, 后边经一份,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, 一次就把经文讲完, 经一份, 你看文字一点点, 我要讲讲这个原因啊, 因为后面我还富有大意, 要做一个简单说明, 因为在各种的原因啊, 我不得已必定需要用这种方式, 等到下次, 这个下一周啊, 就把这个经文讲完,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问题, 或者是一些, 大家需要知道的, 我到那个时候有时间, 我会随地跟大家说明啊,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,